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一天 那么两天前 刚刚正式开园的北京试员会 也是迎来了首个旅客高峰 那么今天的游客情况怎么样呢 马上来连线 在园区的我的同事聂聪 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好聂聪 那今天啊 这个客流是不是明显 随着五一假期的开始呢 北京试员会的客流量也是明显增加 大家可以看到我背后的中国馆的门口 是排起了长队 今天的天气呢很晴朗 最高温度能够达到24度 非常适合户外活动 接下来几天 延庆的天气呢 也是以情好为主 大家可以放心的 到北京试员会的园区来游玩 为了迎接五一假期呢 相关部门也是做好了交通方面的应对 比方说就是增加了 公共交通和接波车的班次 像被称作开往春天列车的S2线 北京铁路局呢 就增加了它的班次 调整为呢 每周二到四 14队 每周五到一呢 18队运行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满足游客 来参观游览北京试员会的出行需要 而说到人们比较关心的 这个票价问题呢 北京试员会是鼓励大家 提前购买门票的 从4月29日零点开始 对于提前两天 几以上在网上购票的游客呢 就可以享受到九折的优惠 所以如果大家想到 北京试员会来游玩的话 一定要记得提前在网上购票 因为北京呢 是这次试员会的主办城市 所以呢 省七试的活动也是以北京日打头的 刚刚我们的主持人也介绍过了 北京日的主题呢 是美丽北京绽放试员 将会举办近50场的活动 其中呢 有很多都是在北京语而来举办的 比方说像画艺展示啊 插花表演等等 而我在之前的采访中也探访过北京员 这是一个以我家住在北京院为主题 来设计的展员 老北京四合院和北京特色的 花草树木亭台楼械 本身就精味十足 非常值得您到那里去逛一逛 除了北京之外呢 包括31个省区市 和港澳台地区的省区市日活动 也会贯穿整个北京试员会的全程 一直到9月的下旬 此外北京试员会还会举办像 国家日啊 中国管日这样的主题活动 如果您对某个国家或者城市 特别感兴趣 可以在这样特殊的日子过来 肯定也会有特别的感受 总之就是一句话 北京试员会你不容错过 好的 王周 时间交换给你 好的 谢谢聂聪 没错 北京试员会你不容错过 不过呢 提醒大家啊 这个还是可以考虑一下 错峰出游 请大家呢 注意来关注啊 我们北京试员会官网 以及媒体的相关旅游提示